走过2020 疫苗带来新希望 各国边境解封 景气强势复苏 全球局势重新洗牌 挑战与机会 迎面而来 2021年 KPMG台湾CEO前瞻大调查 针对国内企业连营业额 超过美金5亿元以上的 50位CEO进行论卷调查 今年的调查发现 影响台湾企业的前五大风险 为供应链风险 数位网路安全 新兴颠覆性科技风险 环境气候变迁 以及企业营与风险 这也是全球CEO本年度 所关注的五大议题 特别是在供应链议题上 在COVID-19疫情爆发后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起伏 供应链风险被台湾CEO 视为影响企业最大的风险 由去年第三位 移药而升为第一位 各产业因为疫情影响生产 再加上边境封锁的冲击 整体供货塞车 全球供应链遇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台湾在全球供应链 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 策略布局也需要 因应全球的不确定性 而持续调整 过去五年来 数位网络安全风险 一直都排行在 前五大风险以内 经过疫情爆发后的影响 台湾CEO对于资讯安全 更显关注 特别是在严峻的防疫期间 许多日常工作与活动 都转到线上进行 显而易见 数位资讯的攻击 成为许多企业组的隐忧 2021台湾CEO前瞻大调查 关键发现 今年KPNG CEO Outlook 调查发现 不论是全球 亚太各国 以及台湾 CEO们的信心都大幅上升 特别在国家景气发展 以及所属产业前景上 台湾CEO与去年相比 都有较高的信心程度 高达84%的台湾CEO表示 在供应链的管理上 的确有较大的压力 也会透过增加新的供货来源 使供应链更具弹性 以及多元化 另外 80%的台湾CEO表示 未来三年将计划透过 非本业成长的策略 来提升企业营收 ESG风险 已经构成威胁 大多数的CEO们都认为 2050年 净零碳排已经是企业重要的目标 面对颠覆性科技 8成以上台湾CEO认为这会是商业机会 另外调查显示 8成以上台湾CEO评估 公司在资讯安全上已经做好准备 这与全球以及亚代区各国调查相比 信心程度是显著较高的 当供应链 数位转型 数位网路安全 ESG 营运风险 被台湾CEO 视为未来营运的五大风险 企业主该如何突围 本次特别邀请到宏基电脑董事长陈俊胜 有家集团总裁朱志阳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 全联实业副董事长谢建南 台湾大各大总经理林之成 以及多位KPMG专家提供精辟解放 84%台湾CEO面对异后供应链 承受极大压力 现在已经从一个长链 变成一种短链 必须不得不考量 在当地现地的供应 因为当地的供应 一个没有传应运输的问题 另外一个本身时间上的这种手段 以及在当地疫情 比较能够掌控 供应链本身 它变成是一个比较diversified 全球化这种optimization是keyword 现在optimization变成是secondary 重要的是你的secured supply chain 就是一个比较永续的 更重要的是resilie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它的韧性变得更加重要 在新时代的供应链调整之下 我们必须有办法 透过新的数位工具 新的AI做智能的产销存供应链 而一个调度 随时能够针对各种不确定性的 一个巨大风险 更为灵敏的一个应变能力 82%台湾CEO面对资安攻击 已做好完善的准备 当你数位转型特地被积极 你的资安本身的破口也越大 所以你势必要比过去用更高的规格 被害的那怎么去防范它 几乎每年 我们都会透过这些高科技的 比如说我们所称的这个白帽埃克 让它来攻击 做一些肉点扫描 是不是有哪一些东西呢 不够严寂 变成是一个很routine的一个工作 资安不是只有资讯的安全 还要把用户的隐私也一起考虑进去 资安跟隐私是一体的两面的 一个企业从上到下 都要认为守护用户的资料 跟他的隐私是你的企业的一个使命 资讯治理 资料治理 以及未来的AI人工智慧 以及大数据的治理 这些都在影响了企业未来营运的一个健全发展 82%台湾CEO认为 颠覆性科技是机会而非威胁 许多因素 push数位展群变成是一个必要 而不是一个nines to help 如果你今天不懂用数位 用科技的力量 改善自己的营运 改善自己本身 跟客户的金融服务的体验的时候 你注定会被这些科技的力量蝉蚀剪吞 以台湾IT产业这方面的强项 台湾的攻击性又不强 在国际间不是最强 但是也应该在中上 所以说这两块是台湾在人才方面 带产业优势有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台湾要发展智慧制造 这一块是台湾的一根键 最大的变动还是来自于科技 因为科技的改变 让很多的这些消费的行为 还有整个消费的环境都会改变 未来全世界的这个零售业 就是线上线下 一定是都会融在一起 那到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 在未来企业要能够成功 我们认为不是只有对数位转型 理解的深刻程度 而是来自于整个执行面的细腻程度 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在未来 必须更着重的是数位免结力 86%台湾CEO认为 员工是数位转型的关键 人才培育越显重要 数位转型其实真正最大的关键 在来是同能观念里面改变 所以我们花了不少的资源 在想要教育同能 以观念改变 数位的工具 你可以去了解它 你也会使用它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在拥抱创新科技的背后 如何让员工能够接受 也就是所谓的数位赋能 必须让这些相对应的教育训练 都能够让员工在这段过程中 能够逐步的去学习 接受甚至到最后去做拥抱 超过七成台湾CEO 致力将企业使命融入营运计划 怎么样让ESG变成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要赚钱 怎么样因为ESG增加工资的意味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当它是一个Course的时候 你就想很久了 当它是一个self-fulfillment的process 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 而且正向循环 马上明年后年很多企业 你都面临到时候你产品 你订单都拿不到 你必须要从产品做手起 本身的设计多的改变 你才能够减少整个产品的 碳烛机里面的能量 现在的消费者只要你很清楚的 去交代它的一个过程 让它吃到嘴巴里面去的时候 它是安全的 基本上多了50%的这个售价 你值得安心的话 它会不会买单 我们测试的结果就是它会买单 业绩真正的核心是在公司制度 公司制度做对了 你的XG就不会招街 企业它存在本来就不应该 做单点的最大化 它本来就应该方方面面的去 创造它的利害关系人 全赢的这个结果 企业使命在面对这样子的 反反复复环境跟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 是必须要更高度的关注环境 社会跟公司治理 96%台湾CEO对于未来三年 国家景气发展具有信心 台湾的公司如果懂得运用台湾的资本市场 可以在台湾的资本市场创造很好的筹码 然后透过这样的筹码再去投资或者是并购 所以如果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新创 懂得运用这样的优势的话 其实可以增加他们在这个整个区域发展 竞争力以及这个速度 看起来是很其实越来越明朗 就是整个的这种供应面重组 这种事本身不可避免 当然这个是对台湾的企业来讲 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机会 其实很多产业本身在这种迁就供应面里面 没有台湾其实很多产业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现在整个景气当然看起来都还相当的不错 景气变化快 政经环境变化快 大家基本上必须要稍微有点警觉性 就是你好的时候要想我怎么去立好 我怎么善良既有好的这个成果 去做未来做布局 不安的常态企业如何充分备战 如何转型淬炼企业新价值 与企业共同迈向永续成长的关键选择 KPMG 安否见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我来说 是 消灭心 我们关心四较 要心存 我们力多